好,現在我們來解說一下這個牛郎之女 這個牛郎之女的卡片總共有四張 然後每一張都有打一個洞 重點是什麼?重點是這兩張 就是喜鹊跟這個之女 這個卡片這邊有把它切開來 這是它的關鍵 接下來你還要稍微把它組合一下 組合的方式就是 組合的方式 接下來這兩張呢 組合好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喜鹊是在下面 牛郎在上面 把它疊起來 然後接下來用螺絲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 鎖的時候呢 不用非常的緊啊 就是稍微有鎖起來就好 不然你會轉不動 接下來你要開始表演的時候呢 要跟觀眾講說這個 這個牛郎、喜鹊橋、織女 那牛郎跟織女現在是分開來的 中間隔了一張喜鹊橋 那你表演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織女呢 挪到這個牛郎的後面 挪到他的後面 然後呢喜鹊橋 喜鹊橋跟這個喜鹊呢挪在一起 然後呢把它這樣子旋轉 旋轉 旋轉過來 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接下來 你再打開啦 再打開啦 你就會發現呢 這個 牛郎之女就在一起 這個喜鹊橋就跑到這個後面去了 那現在如果你表演完之後呢 其實它這個交叉 這個織女跟喜鹊橋交叉的那個部分 它就已經打開啦 所以呢 你如果要再把它變回去 說喜鹊橋變到中間來 織女呢變到第三張 喜鹊橋把它移到第二張 其實是移不回去的 你怎麼轉 它是轉不回去 所以你表演完的時候呢 你給觀眾檢查 好 請觀眾呢 再把這個喜鹊橋移回來 知你移回去 它是沒辦法做到的 不管它怎麼做 它都做不到 好 問題呢就在於 你下一次要表演的時候呢 你必須把這個 螺絲呢 再度的打開啦 好 然後呢 重新的設定 好 喜鹊橋在上面 重新的設定 好 然後呢 你才可以 再一次的表演 好 再試一次 好 不用鎖得很緊 稍微鎖一下 好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 織女變到第二張 許鹊橋變到第三張 我們現在呢 把它這樣子 織女移到 織女移到流浪的後面 好 這兩個在一起 好 這樣子 好 轉一圈 就會發現呢 它就會自動變過來 好